北施省财政厅长麦德庄在会上强调 北美首个人民币贸易结算中心的落户 使所有交易、结算、手续与程序全部在本地完成 进一步促进了家中之间的贸易合作 如果我们变成联系的用户 它会非常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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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非常好利用户 中国工商银行加拿大总经理朱明轩 分享了落户后人民币结算业务最新进展情况 并表示中国放宽人民币兑换政策后 有助于人民币成为更广泛的被采纳的结算货币 推动人民币将来成为投资和储备货币 这个进展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这个也比较顺利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清算中心的系统 已经全部都投产了 那么大银行也逐渐的已经在我们这边开完户了 那么在产品创新这块呢 我们跟本地的银行 还有这个多交所 还有EDC这些我们的 因为我们在当时在仪式上 我们都签了约在一起的推动 一起在研究这个新的领域 我们去研发更好的 更适合加拿大客户使用的产品 在正式启动人民币结算行服务后 多伦多与温哥华两地 以配备专门的人民币结算团队 多伦多休市后 温哥华将继续提供 三小时人民币结算服务 在真正意义上 构建起全球7天 24小时不间断人民币交易结算体系 冯航卫视 李源泊 苏一恒 温哥华报道 但它会准备 准备